我知道你背负的很沉重的东西 所以 虽然你不得 坚定一些吗 对吧 你可以偶尔丧 你也可以嘴上说你躺平 说你累 说没有意义 但你真的会那样吗 你觉得呢 不会吧 打电话给你爸妈咋说 妈我要回家躺平 来给大家说一下规格 两包虾条 一包蛋黄派 一包法式软面包 一包瑞士卷 一包墨西哥鸡胃卷 两包老面包 再来一包鸡胃卷 再来一包小面包 再来一包蛋黄派 对还送你个冰墩墩 人手一墩 朋友们 墩起来 墩起来 喜欢吃的再买 不喜欢吃别买这些 其实也就是一个偶尔的零食 也不建议大量吃这些 其实 大家问顿顿什么时候来 顿顿 顿顿过一会儿来吧 你既然那么喜欢他 你应该让他多休息一会儿的 你觉得呢 你只要持续的努力 你会落到大方 你只要持续努力 你的爱 爱你的人也会因此 幸福安康 我想了半天我想让他什么 我想了最后我觉得 只要幸福安康就行 这五百单是吧 所以大能力也为什么 我经常在直播间里 说我那个小白生女儿 贾一针呢 我经常给贾一针买很多东西 其实我是在弥补内心里亏欠 蹲在箱子里啊 你收到的时候蹲在箱子里其实 想要朋友自己去拍啊 挂了挂了挂了 这种东西 大家喜欢吃就买了 不喜欢吃就不用过多介绍 梅林小黑猪 午餐肉 黑猪生长时间长 口感相对 更好一些 肉香味浓郁 每一个火腿都是挂上盐 放在山洞里 经过阳光 风的综合作用 在魔法的加持下 经时光沉淀 孕育出 这口独特的味道 舌尖上的中国唤醒了 人们对于食物本身的回忆 它经常是 妈妈劳累的身影 经常是 乡下很少回去的外婆家 它是把食物与乡丑 把食物与 童年联系起来的 我特别喜欢看那个 舍舍中国的系列 它让中国人再次感受到了 穿过那些人生嘈杂 甚至有一些慌乱的小巷子里 那些冒着热气的 早餐摊 豆浆垫 才是生活本身该有的样子 挂在山洞里 经时光沉淀 裹上盐 和风的 综合作用之下 用魔法传递出一口 独特的鲜 梅林小黑猪 火腿午餐肉罐头 想吃的朋友自己去拜 这 我在看上面画的这个小猪 圆乎乎的 所以 我后来觉得 其实让男孩长大的过程 多受一些苦 也其实对 他从小亏欠过别人 他后来就会慷慨地去 补偿别人 他从小受过委屈 他就会在发生争执的时候 更多去理解别人 他从小受过贫穷 他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就更想要去报答别人 我觉得男孩受苦是对的 但尴尬的是 当年身上女孩受的苦 想的朋友自己去拜 这个梅林小黑猪 火腿午餐肉罐头 就介绍到这儿 小字文已经写完了 你有没有觉得 你越听东西会越像你 像不像 一开始记住我是因为 我在直播间里说英语 自黑 后来是 优美的小作文 卖大米 卖大米一个段子 特别火 五次进来 四次进来 四次米不一样 应该是一个 一个女性的观众记录的 但是后来大家都在 拿那个给自己录视频 而且有些人发现 点赞很多时候 大家都疯狂开始录了 浪漫的石鱼 地球仪 天体行星 苏东坡转 俄尔古纳和幽安 基本上就是流传特别多的 就是关于那些的视频 昨天 不今天上热桌是 东一辉初恋吗 有个人问我说 如果东一辉初恋 今天联系你 你会说什么 就是今天那个记者采访我 你会说什么 我很期待 我不知道 我说 当年让你受苦了 希望你以后找个好的 大概就是用意思吧 你不知道说什么 不知道 网饺子 等一下 我想把网饺子说完 对 必品格的网饺子 一共几点导演 你也不给我 这个产品信息 有朋友一直很好奇 我们有没有写的小稿子 刚那种小作文 就看你自己读不读书了 你读书你就写 没读书你写不出来 现场编 但是我们前面 理论上来说 应该是有一个 关于产品信息和价格的 一个牌子的 比如说 囤货酒包 必品格 网饺子 490克 网水饺300克 煎饺250克组合 直播价99.9 保质期12个月 顺风冷冽 网饺子三袋 这是军菇 玉米猪肉 韩式泡菜 牛肉300克 两袋 大葱和黑椒的 煎皮脆饺 250克 四包 分别是泡菜的 传统味的 烤肉味和粉条味的 下面就 下面就没有 下面就是一些 这个厂家提供的 一些基本信息 在我们的一号链接 在一号链接 我们以前不会 在直播间里 落落大方的做自己 因为那会儿太焦虑了 太紧张了 跟你现在其实有时候很像 我们害怕自己做的是错的 我们听别人的很多的建议 寒丹学步 学到最后连路都不会走了 只能爬 我们曾经学着别人 我跟十明 我们来的静总前 还上有期 十明自称是某品牌老板 还被 对 还被人投诉了 十明这样的形象 代表那个品牌 犹如品牌形象 别人投诉了 你知道观众投诉了 然后当时就看着上面的字 那时候可能不够放松 不够落落大方 其实普通人只要找到 自己的信心就行了 我们的期待也不搞 我们要求也不搞的 只要你让普通人 落落大方的做自己就行了 所以后来不是有一天突然 直播间里早上 我在这 我也忘了那天是在这卖啥 我忘了在卖啥 应该那天导演可能也比较累 因为平常我像我那种扯 胡扯 根本卖不出去货 然后东一会臭名昭著 在直播间几乎失控 全程不说产品 然后自由发挥 对吧 大家一般都很反感跟我搭 以前跟我搭的时候 都要找悠悠这种 几乎要控制住我的节奏 以防我信马游江 胡说八道 借题发挥 或从口出 所以以前不让我说 但那天早上 只有我一个人在这直播 我估计当时导演 可能也比较累 他也没管我 无疑他也没睡好 我也没睡好 晕乎乎的在这 我忘了在讲啥呢 从你踩车的黑格 我发现屏幕前 哎呀 从一千日到三千了 继续扯 苏格拉底 伯拉图 雅里士多德 然后呢 跟你说 王尔德 说James Joyce 说尤底西斯 说Chaucer 忘年早上在扯啥 反正就把哲学史扯了个遍 然后跟你说 The three passions simple but overwhelmingly strong have governed my life The search for love The longing for knowledge And the unbearable pity for the sufferings of mankind 说对知识的渴望 对爱情的追求 对人类苦难难以遏制的同情心 三种简单而强烈的激情 苦苦支配着我的一生 我当时忘了在说啥 我说人为什么要生活 先贤已经给出过你的答案 不要再苦苦思索了 只要有真正的爱 只要不断在探索知识 只要你有悲悯之心 这就是应该一个受过教育的人 应该有的生活态度 罗素说得很清楚 对吧 对知识的渴望 对爱情的追求 对人类苦难难以遏制的同情 总结的多到位 先贤给你答案 你自己非要苦苦思索 刚还问东宇会 读书有什么用 你说能有什么用 书能垫桌子腿 还能垫砂锅 你说有什么用 这小时候我妈有一次 拿书垫了个砂锅 我爸生气气了几天 不跟他说话 因为那砂锅底很烫 把书烫了一个洞 大概就是那些作用吧 然后那天越扯翻 人越多 最后我胡说八道的当时 大家也可能比较善良吧 大家可能看 看镜头里灯回 像片玻璃房子那猴 最后直播间的一万多人 然后那天就有人开始报道我们 然后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大家后来发现这里双鱼带货 结果进来发现 这人不给你讲双鱼 在这给你编小作文 然后小作文火了 进来之后发现 不编小作文了 开始你泪流满面了 哭哭哭完了之后 东西买完了 眼睛也哭肿了 自乎进来发现 现在这货又成了个搞笑男 搞笑男也不好当啊 朋友们 骂石鸣 骂石鸣 你怎么听出来 导演你进步了 搞笑男也不好当啊 别的搞笑男把媳妇都骗到 不是 别的搞笑男把媳妇都去到手了 这搞笑男还不行 搞笑男也需要努力 特别希望 我们之间的共鸣能多一些 你觉得呢 我特别希望我们之间有更大的 共同的思想交集 我特别希望你能够感受我的感受 我特别希望 你也发现我是一个不完美的人 我特别希望 你知道我人生有过很多的遗憾和痛苦 我希望你也知道 我常常如你一样 深夜里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心思细腻 而且情感脆弱 我不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人 我甚至是一个缺点大于优点的人 所以 所以大家在网上骂我的时候 我会很难过 没自己看见骂我的时候难过 哭 偷偷哭 不能当你面哭 当你面哭多丢人 其实跟你很像对吗 从小听不得批评 又要强 这个我在卖啥 饺子 对对对对不起 卖饺子 脆皮尖饺 王水饺三袋 牛肉水饺两包 脆皮尖饺四包 一共99.9 还有一个丑耳 丑耳 你让我卖这个东西 我讲不出来他的 这种东西 大字一听的名字叫丑耳 这个应该由实名老师来介绍 我相信大家 跟我有同样的共识 对吗 大家记得吗 明天实名老师来了 你要说实名老师 用什么打招呼来着 非常好 你看这就是一个老师上课的一个基本的素养 就是不断的重复 然后以确认你记住 你知道当年我在教课的时候 学生记不住导装剧 我就编口诀打响指 学生说非常魔性 下课的时候那两天走到路上 不直接打响指 比如说那个导装剧 Not only can I do something But also I can do something 我就一直这样打响指 然后全面同学跟着我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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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门之后打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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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对那样 Not only can I do something But also I can do something 就那样记 看起来很蠢 但其实非常效率高 我在想当年我读书那会儿 怎么想不到 古田丑耳 古田是福建 这个地方主要一产银耳出名 它们在银耳的种植技术和历史上 都非常的悠久 如果您对于银耳这个食物比较喜欢 因为它富含胶原蛋白 您可以买 那这个为什么叫丑耳呢 因为它跟石敏老师一样 长得确实很丑 坦诚来说它不如普通的银耳 不如像人顿顿 东东 董宇辉 和宇辉 和中关村周杰伦 这一类人长得好看 但是 这个丑耳它的几个特点 就是营养丰富 口感粘稠 而且它煮的时候 其实更容易出那个胶质感 银耳的胶质感是什么 就是胶原蛋白 就看你自己是否喜欢了 OK 根据个人爱好 理性购买 如果是这类冷链的 或者是水果的东西 一旦路上有任何可碰 请大家第一时间联系我们 我对你负责到底 答应我 给彼此一个机会 好吗 我们人生如果最终的归宿 都是 则一良人 悬一城市 三餐四季 春夏秋冬 我们如果都注定要这样平凡 而快乐的都过一生的话 那希望我们找到的都是 如自己所愿的人 一个灵魂高度契合的人 一个充满趣味的人 一个能够在漫长的 无聊的岁月里 让你欣喜的人 他如一股春风 让你心生欢喜 他如一轮明月 让你时常 去凝望 他偶尔也如夏天的 这个 狂风咒语一样 可能让你有一些无所适从 但他更多时候 都静默地陪伴在你的身边 不多作声 但却显得 特殊而浪漫 大概是这个样子吧 我说不太清楚 因为我也没有太多的经验 对吧 我也不像石门老师 人能骗到手 人能这个 取到手 对吧 我只能大概给你描述 那样的样子 要学道状剧是吧 大家不要消费悠悠的 悠悠的爸妈当年 花了那么多的心思和时间 去培养悠悠那样的优秀的 女青年 他应该是想让女人过得很好的 而且悠悠老师呢 已经跟男明星在一起了 大家就不要这样消费悠悠的 悠悠做错了什么 要被我来消费 你要消费 你拿我跟石门人往一块说 反正我们俩谁也不吃亏 虽然没有占便宜 但我们俩至少谁也没有吃亏 大家千万不要去消费悠悠 有朋友说咋了 倒上句实上 not only can I do something but also I can do something 比如说吃这个银耳 你用冰糖 加一些红枣炖过之后 它不仅能让你心情愉悦 还能给你补充一些营养 not only can it do something but also can it do something 对吧 它不仅能干嘛还能干嘛 我给你写下这个句子 比如说来东方正宣听直播 不仅能交朋友 还能释放内心压力 有的时候听完这些人的苦难 你发现自己遇到的苦难 其实还行 有时候你听完这些人的生活的荒诞 你发现自己生活的荒诞 其实也没有那么离谱 有时候你听完了这些人的故事 你发现好像 你也回忆起了你人生的故事 所以来东方正宣的直播间 not only can you make more friends 交朋友 在这里 遇见了相貌愁乐的实名老师 在这里遇见了灵魂有趣的 这个 剩下所有老师 想了半天我不能伤害恰人 not only can you make more friends but also you can releave mental pressure 如果是上过我课的学生 大家听到这块都磨正了 学生上完我的课之后 他在考场上写作文 他一看到那个句子 突然想到了 只要是有活动 我就能交朋友 只要是有别人 我就能释放精神压力 对吧 只要你不让我考试 我就能释放精神压力 学生坐在考场 当了一个当 当了一个当 not only can I do something but also I can do something not only can I do something but also I can do something 最后老师提出去了 not only can you make more friends but also you can releave mental pressure 今天 今天因为起得太早了 这个不在状态 今天小作文变得不咋好 所以当了一晚上搞笑男 你不一定每天在你的巅峰状态 毕竟已经连播了十几天了 驴也有休息的时候 生产队的驴应该也不这样用 大家把这个拍完之后 让驴回去睡一会儿去 驴今天晚上 这个脑子已经不转很久了 另外一条驴来拉墨了 你怎么能这样说自己呢 我觉得你在讽刺十明老师 十明做我的搭档 就是应该被我们讽刺 就是他存在的价值 这是他的福气 对 能被顿顿这样的帅哥讽刺 是十明儿的福气 十明儿 顿顿是你的福气 就那种感觉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应该表达准确吧 他得想准确 十明儿你的福气在后头 消失了 皇上 老奴就下去休息了 老奴就下去休息了 像不像中文宝宝 像很像 皇上 老奴轻梭 老奴轻梭 大概就那样子吧 我希望我能给你更多的快乐 好吗 不要总记住忧郁的东宇辉 也不要总记住29岁 尝试跟你胡说八道 讲人生道理的东宇辉 记住一个轻松快乐的东宇辉 如沐春风啊 烧鸡 皇上 脚子 欢迎顿顿